捷運科技大樓站對面的龍峰公園上週末落成 在地龍生里 沈鳳雲里長 廣邀各級長官及民眾 一同參與典禮及中秋佳節活動 包括副市長林一華 北市客委會徐世勳主委 市府多個局處及附近國校 國中校長 以及多位議員及主任參加 鄉親里民也踴躍參與 熱鬧非凡 大安區龍生里112年的中秋佳節 以及龍峰公園落成典禮 我們今天也非常高興 來了很多單位來跟我們共襄盛舉 來了很多旅民來一起共歡 我們屬於龍生里的一個慶祝活動 單位我們今天有台北市環保局 燒音科以及資源回收科 還有台灣電力公司 國稅局 還有來了三十幾個單位 還有我們台北市客委會提供了客家一些美食 以及客家麻糬 供縣長觀眾來品嘗 那時候呢 來到社會住宅 就真的因為我們里長很堅持 所以從他這個剛剛講故事 就現在換到蔣市長 蔣市長都說我們要傾聽民意就對了 聽里長有時候對地方上什麼建議 就一定是大家的最大的聲音喔 所以呢你看我們今天做的公彈都更 又讓龍生里多了一個公園出現 然後再來 連通道 尤其我們大家以後過馬路 不用擔心會有危險 還有呢 我們長輩的照顧 還有現在 蔣市長都希望他多生小孩 但大安區非常缺什麼 缺拖音 所以我們以後這邊是全部應有盡有 非常的各種社區的功能 真的是完全的 完全什麼 一個中秋節的活動 那沈鳳於里長真的非常的熱心 龍生里有沈鳳於長 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喔 所以在這個佳節先祝大家中秋愉快 那另外今天也是我們龍鳳公園開張 所以說將來我們龍生里也 也會多一個居民休閒的空間 所以真的希望我們這個龍鳳城翔 我們龍生里就是大家平安幸福 因為我們的孩子來自於龍生里 所以跟平常就跟沈里長有非常良好的互動 那沈里長呢他用心於社區 所以呢也是照顧我們的孩子 所以沈里長有任何的活動 我們一定全力支持及參與 這個就是代表學校社區一家親 謝謝沈里長的邀約啦 今天龍門國中的合唱團 也會在這個中秋節的演藝會活動上面 會有演出 那學校跟社區本來就是要結合在一起的 我們非常樂意參與這樣的活動 也讓孩子 也謝謝里長提供一個舞台 讓孩子有所展演 所以我們會更緊密地跟里長這邊來做合作 開場表演就由湘英國樂團帶來客家經典歌謠 推廣傳統民俗音樂 同時促進社交 把客家音樂傳遞給大眾 我們今天前面兩首表演的是客家歌曲 一首就是身邊很強 大家很熟悉的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客家的國歌 客家本色 這兩首也代表客家的風格 我們湘英國樂團正式用湘英名稱是在民國90年 那他的前身是在86年的時候 原來是一個小班子 後來因為經過客委會的協助 我們這90年成立一個大協業 團員大概有80個組 那團員當然來自各地的 裡面有大部分大概都是 退休的公教人員 還有家庭主部 當然也有一部分他本身是學過這方面的 有專門學過這種國樂樂器的 包括這些科班的 所以人員我們講實在的話 他最主要是給他一個休閒 所以我們都沒有很限制說你一定要會怎麼樣 你只要能夠跟著我們拉就可以了 我們當時成立的時候就是要發揚這個客家的音樂 因為客家在我們那個年代大概90年的時候 因為客家的音樂 尤其在國樂方面 講實在他的曲子很少 那有大部分都是唱歌 客家歌比較多 那客家歌他也並沒有廣泛的推廣 只限區域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花很多時間去重新協助客家音樂 然後我們每一年定期會在中山壇辦一個定期音樂會 這個龍鳳公園我覺得感覺很好 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很漂亮很舒適啊 很漂亮舒適啊 那我們里長很盡心盡力啊 那 你會不會希望里長長方半價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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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勝利 陳鳳雲里長不僅為在地某福利 爭取空地綠美化 讓大眾多一處休閒空間 同時也為客家文化傳遞努力 在中秋前夕與鄉親黎明 在地人士一同歡度週末 記者問郡 台北報導